校长,各位府南董家协理事,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府南校友们,八口出名们,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,在这里向我们敬爱的李佩斯老师告别。 在府南大门口前的电子告示板也正在播放佩斯老师生活点滴的评试,会重复的播放,供我们缅怀。 府南学校是佩斯老师的母校,学成毕业后,她又回到母校服务,这里有佩斯老师童年的记忆,有同世间美好的回忆,有诗生间温馨的画面。 佩斯老师很爱府南,她人生中最美的时刻都与府南同在,今天她回来了,跟她最爱的母校、同事和学生们告别,现在请大家默哀一分钟。 请大家订阅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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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。 佩斯老师的离去,是湖南学校的一个重大损失。 等一下,等一下,等一下。 我们把佩斯老师最爱的向日回献上给她。 感谢她一直以来,总是为身边的人带来阳光和温暖。 人生无常,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,对于佩斯老师的离去,我们极为不舍。 但是,我们知道佩斯老师这一生在付出爱的同时,也收获了满满的爱。 她留给我们的是敬业乐业的精神,是善良宽厚的美德。 佩斯老师已经圆满了她这一世的功课。 今天,她规别程度,远离病痛,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心,祝福她往生极乐进步。 全体树立,向佩斯老师的遗体行三鞠躬礼。 一鞠躬,再鞠躬,三鞠躬。 现在是我们要跟佩斯老师有别的时候了。 同学们,我们在最后的时刻,大声地跟李老师说,我们爱你,感恩你,然后祝福。 跟李老师揮手道别。我们一起,一、二、三。 李老师,我们爱你,感恩你。 让我们揮手,祝福李老师。 很感恩耶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